好了 那除了关于我们持有这个存货 它的可变静止的考虑 成本可变静止的输低 还有一个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 关于存货的清查的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也在期末来做这样工作 所以关于存货的其他颗算 那首先呢 关于这个存货数量的确定方法 就是我们来如何清查这个存货 那企业确定存货数量 实物的这个数量方法 两种 一种叫实地盘存质 另外一种呢 叫永续盘存质 这个呢 我发现呢 现在就有时候啊 我讲课 有学员就不懂这个东西 那特别是呢 有一些考注快的学员 因为呢 说了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呢 学快时这么过了 到审计时完了 我一讲就懵了 好在我们税务师啊 这个东西比较全 所以咱们把这个东西 还知道一下 那对于呢 我们这个存货的盘存质度 这个比较 有时咱们来说明一下 首先呢 11盘存 也叫定期盘存质 这个呢 平时啊 我们只在账簿中 登记存货的增加数量 并不登记减少数 期末呢 根据实际清点的数字 来算本期的减少 就是我有期出的 我有增加的 减少的并不算 期末时 我先看期末实有数 到底 那减少数 那这类的核算一般简单 但它的问题在于 不能随时的反应 收发结损情况 不能随时结损这个存货 所以只适用于什么呢 这个单位价值较低的 自然损耗较大 数量不稳定 而且呢 这个进出比较频繁的 这种 这实际盘存质 那对应着呢 还有叫永续盘值 这个呢 就是我企业要逐日逐笔的登记 存活的收发领退数量和金额 随时能结出账面的结存数量和金额 所以它的好在于 可以随时掌握存活的收发结存情况 而且呢 它要求啊 对存活做实物盘点 就是并不是我日常记录的 实物图盘点也会盘 所以我们正常来说 且一般用永续盘存质 但咱们知道这两个制度的情况啊 一般还是永续为主 然后关于这个存活的期末的清查 那说首先呢 咱们存活要定期的盘点 盘点 如果说盘点数量和账面记录不符 这个时候 在期末前要查明原因 然后根据管理全线 报工大会啊 董事会啊 或厂长经理会议 或类似机构核准 在期末结账前 要处理完毕 那么对盘亏或者盘影损过 那么很可能在期末结账前 还没得到批准 因为这个他要走流程的 这个要注意啊 盘亏盘影 我们走到贷处理的财产损议当中 但是呢 这个无论是损 那还是一出 就无论少了还是多了 这个结果已定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在对外提供财务报道中 先啊进行必要处理 就按咱们假定已经经过批准了 来做处理 然后附入说明 说这个实际上还没得到批准呢 但是我们应该假定已经接到批准了 先出一个结果 因为存财务这个东西嘛就这样 你带处理的这个东西只是因为你自己管理上没处理完 他存财增了或少了 这个客观情况已经存在了 所以呢 咱们就是先去处理 然后复说明 那如果以后批准经过和已处理经过不一致的 这个我们再插个去调就可以了 他一般的不大可能出现这种不一致 就你正常的这个盘景工作做好 不大可能最后处理不一致的 这么一个啊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情况 设置叫带处理产品损移 带处理流动资产品损移 就可不得合算 因为存用属于流动资产 放到这里 明细是流动资产品损移这块啊 带处理的 到后面上边固定资产的时候 那他的处理是带处理 那非流动资产品损移 那不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是带处理的损移 所以他本着不符合相关的什么资产定义 因此期末就不留余额的 因此这个处理后 该科目没有余额 那具体核算这样的 如果盘盈 盘盈就是什么 实物是有的 对吧 账上没有 就要盘盈对吧 多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啊 咱们说按照他的重置成本来入账 咱们得估一下重置成本对吧 然后呢 这个处理这样的 借原材料啊 或者是库存商品啊什么的 带处理残损移 带处理流动自然损移 那注意啊 对于这类的 你不用考虑税啊 这话 这不用考虑 因为这类的 他也没有取得什么税票 所以不要考虑什么 经养税的问题 这不用考虑 但这个金额一定要注意 是重置成本 你看 然后呢 等到批复之后呢 处理这样的 借账处理自然损移 贷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 因为这个东西不会平空来 你所有的啊 你在家里排行出来的东西 都不会是平空落起来的 所以像这种一定是什么 是你管理的问题 那只能是充击你管理费用 那如果是排亏回损存况呢 那这类的我们要 截转账目价值 因为这属于账上有食物没了 所以发生排亏回损时 按账目价值做如价处理 那么代元财量 账目价值截转 那么代要税 一样增税 降税格 那一般来说 这个降税有转出 因为像这类的 通常呢 是不能抵扣的 对吧 判归毁损的 所以做降税有转出 借贷处理账用损移 贷处理留账用损移 那么如果本身 你是计划成本核算的 要计划账上什么差异 那若是 售价方法来核算的 要计划 上面就要差价 这和咱们前面 就连在一起了啊 然后如果还提过 低亚准备的话呢 低亚准备也要转掉 所以它相关联 那点东西都要跟着走 那也就是 尽量带税残损移的 一定得是实际成本 然后对那盘亏 毁损存货的残料 那取得残料价值啊 或取得处理收入啊 或取得赔偿 这个时候呢 咱们处理这样的 如果啊 取得处理收入的 那么借 那这个 那库存现金 这类的 按处理收入 那这个是毁损这部分的啊 那如果啊 说毁损这部分 还有一些残料的 按残料这个价值 借原材料 那若是盘亏的这块 有人赔的 毁损部分有人赔的 比如保管公司 过程人赔偿的 做侠移出款 所以这一部分 充减 带出残损 就有人赔的 和有材料收入的 这类的 然后 没人补偿 那部合得 那毕竟有人 补偿的是少量 剩余不患 注意 看具体情况 如果啊 是属于管理原因的 实话 那计量错误的 进管理费用 若是呢 非正常损失的 走营外地出 所以这个分原因 分他原因啊 从贷出残损移 往里转 那当然 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那个损失的 那个计量税 是可以抵扣的 不用转出 这和咱们前面啊 采购那块 说的是一样的 那此外 还有一个再产品的清查 这个内容啊 其实是在这 再产品里 对吧 但都是从我清查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咱们来说一下 对于这个再产品啊 这个清查结果 要编制一个 叫再产品盘点表 和我们正常产品 盘点是一样的 然后呢 在这个再产品 收发结存账上 可对相辅 若仗是不符的 产品盈亏原因 对吧 这个再产品 这个清查 那如果发生 再产品的盘盈的时候 这个主意 盘盈了 那么注意 再产品在哪里 是在生产成本里啊 咱们可没有一个 再产品快一颗末啊 这生产成本里 所以是借设设设成本 基本设设设成本 贷 贷水残损移 这是盘盈啊 对吧 然后按照规定 将这个盘盈 截转掉 那这个截转的时候 注意 一样的借 贷水残损移 贷管理费用 这和我们一般的 这个盘盈都一样 但如果是 败产品的盘亏 毁损的 非常损值的 那么咱们注意 贷 善成本 借贷水残损移 往这里截转 然后呢 咱们对应着的 你以为是在产品吗 那么转出所行的 购进货物和应用老物 已经抵抗几项税 包括消费税 可以抵抗的 这部分 一样的 我们要转出 也不能抵抗 所以是 带应用税位 应用增税 降税额转出 和带应用税 应用消费税 这可以抵抗这部分 借贷水残损移 也往这里转 然后 核销 我们的盘亏啊 损失这块 那跟咱们前面一样 对吧 那么 如果是收花存 计量的这个问题呢 尽快的费用 对吧 有工人赔偿 做其他应收 如果非常损失 做盈意外之出 所以在产品这块的 它的清茶 盘云盘亏 其实和我们一般的 期末产生米的都一样 原材料都一样 整个核酸处理都一样 只不过 要注意它的快颗目 因为咱们有原材料 科目 有工人赔偿 商品科目 但可没有叫再产品 这个科目 那这个在哪里 是在成本里啊 要注意 那当然这话 咱们还强调一句话 就为了正确计算 我们的产品成本 这个再产品成本 这个再产品成本 结果的账户处理 要在月末计算 产品成本之前进行 那因为咱们最好什么 按月来做 其实盘点工作 最好也按月 但有的呢 可能做不到 整体都盘一遍 一个月来一遍 有的受不了 那么再产品最后 它毕竟是少数 所以建议咱们按月来做 这样便于我们每月 结这个成本 那最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存货的 报表项目的 这个列爆天列的问题 那首先资产费表上 资产费表上 咱这个报表项目 叫存货 快议科目呢 就咱们前面用过的 各种快议科目 那比如说材料采购的 原材料的 发出商品的 坤商品的 赚材料的 委托加物资的 设断成本的 再产品啊 设断成本是再产品 那个 那再有受多的商品 用他们期末余额相加 然后还没完 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合同履约成本 这个科目 明细当中 初日确认时 它要进额不超过一年 过一个正常 就是周期的 这个期末余额 也把它加进来 这个是我们 收入准则的一个东西啊 你就知道 这合同履约成本 一开始确认的时候 它要进额不超过一年的 这属于存货项目 对吧 然后减掉 减掉什么呢 咱们前面啊 这话 有一个说的商品 对吧 减掉对应的 受托待到商品款 减掉它 减掉第二准备 减掉合同履约成本 对应的减值准备 之后的这个进行 相减之后的这个进行 来填列 那么如果是计划成本的 或昆仑商品采用的 这个计划成本核算 或售价方法核算的 那么要加上或解决 财数成本差异啊 上面要差价之后进行 又要反映实际成本 还要扣掉 签到减减准备 这是一个啊 然后关于受托掉商品的 关于合同履约成本 这个呢 咱们在后面 主要在收入那块 要给大家讲 所以在这啊 有同学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也没法在这 给你展开一下 就你知道这收入里面 要讲东西就行了 然后再一个利润表 利润表啊这块 咱们存货这块 影响的一个就是 你的营业成本 销售部分 一个呢 关于那个地亚准备 对吧 所以咱们主要注意 那个地亚准备 说本期既提到 会转回地亚准备 这个利润表 还是通过资产简值损失 做反应的 销售成本就不多说了 然后限量表 限量表下啊 咱们说对存货的考虑 那比如说 我本期买存货 而支付的现金部分 付现部分 这个属于我们购买商品 就劳务所支付的现金 而且呢 这里含着什么呢 注意含着那个增值税的降税 就限量表下这个天列 然后再一个 关于存货的快税差异 这个差异呢 这块主要呢 在于DDR准备的引起的 主要在这个项目上 也就是我们快上 咱们提DDR准备 那既三件的损失 影响金利润 同时呢 也会减少期末 存货的账目价值 这个快上 税法当中啊 并不认各种减值准备 税率有规定 否则的话呢 你更能够减值准备 我一律不认 那当你发生了 你快上计量了 我们是要做转回 纳税调整的 所以快上 你提DDR准备了 因子安减着损失变动 那么做纳税调整 但你注意 你既提的话 你是减少经历利润了 那么我们呢 在税上是要做加回的 那如果你本期转回 增加利润的话呢 那税上呢 它是要减掉的 所以做纳税调整 然后由此呢 咱们会对当期应交所税影响 此外呢 说你期末 因为持有这个存货 然后DDR准备 产生了一个暂性差异 那确认递言所税的 所以既应交的 也会应交递言的 这是它的快税差异 咱们这快税差异 主要指的是 快的处理和所得税 其他差异咱们不说在这里 好了 这是关于 那咱们俯录 来说一下这两个内容 好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考虑情况 那我们这块 还是以相关的 这种单选多选为主 咱们来看一下 那18年一个单选题 说下的情当中 表明存货可变定值 为零的是哪一个 为零的 A存货的市价持续下降 但预计次年会回升 像这类的 不光可变定值不为零 而且什么 连简直迹象都不算 对吧 B呢 说存货在善中 已经不太需要 而且无使用价值 和转用价值 那对你来说没有用 对吧 你没有使用价值 也没有转用价值 那就是为零 C 因为产品更新换代 使得原有库存原材料 市价低于期账面成本 更新换代了 那切实原有库存材料 不适用了 但呢 可以转让 转让时市价低于 它的账面价值 这个时候可变定值 不为零 有价值 第一 存货过期 注意 但是可以降价销售 换句话说 有转让价值 那这个不为零 所以可变定是为零的 那只有B选项 对吧 A不是 C不是 D不是 只有B选项 那个可变定是为零 然后19年 传言公司啊 期末存货 采用成本 可变定是 熟低法计量 年底231 价 那库存假材料 占面的成本 占面价值是90万 市场售价85万 但呢 这个假材料用于生产 两台 已产品 那好了 那材料的市场售价 就没用了 对吧 这就没用了 我们就看到市场的产品了 那么每台产品啊 市场价值 75万 单位成本70万 预计的消费用 每台2万 那想一想 售价75万 预计每台 那销售的费用2万 75减2 73万 73万和成本比 说明这个产品 没有什么 没有跌价 没有跌价的话 现在我这个材料 就用成本来做就行了 对吧 说假的不考虑相关税费 之前没提高压准备 问 你把你年末 对假材料提低压准备是多少 不需要提对吧 因为他所生产的产品 可别硬直 是高于成本的 75万减2万 73 73比成本高出来 3万 产品既然没有跌价 那么材料这话 就不用考虑跌价 用成本计量 用成本计量的话 不需要提 要准备 因此选择C 应该选零 那选择C啊 这话 那看一下 你看 跟我思路是一致的 对吧 产品的可别硬直 73 大于成本70万 产品没有减值 假材料 没有发生减值 不需要TDR准备 C选项 然后 去年一个单选题 这华晨公司 21年年末 库存假材料 50吨 每吨成本10万 主要用于生产一批 产品 然后告诉你啊 预计发生的生产费用 和相关税费 一共180 然后 华晨公司呢 已就这一批 亿产品 签进了600万的 销售合同 然后告诉你啊 如果假材料 那 年末啊 市场价格 每吨9万 其实这不用管 这东西不用管 干扰下 不用管它 然后问 说华晨公司 对假材料 应提 第二准备是多少 那这道题啊 咱们来看一下 四个选项啊 你发现没有零的选项 没有零意味着什么呢 也一定会有低下准备 一定会有低下准备的话 那好了 咱们来算 说这一批 那这个假材料 可变硬值多少 直接算了啊 你不用再拿 它是产品的可变硬值 和成本比了 没必要 因为选项当中 就已经按时你的 它一定有跌价 一定有跌价的话 咱们直接算 它的可变硬值完了 所以用它施展的产品 减去继续加用成本 和税费 600万减去180 是多少啊 那剩420 420和成本比较 成本500万 说明需要提80万加准备 那你看看 那50万成本 可变硬值呢 600减180 最要提80万加准备 答案C选项 所以咱们不同的题目 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上一个题啊 你不用算那个 相关的材料可变硬值 因为一看就是 没有发生那简直的问题 选项中有个零 让我们有这么考虑 这道题一看就是 一定有简直 没有零选项 那咱们直接算它可变硬值 然后和成本比较 然后200一个单选题 说企业啊 按照成本 可明明是熟低法 对期末存货做计价 下列啊 表达当中 货物的是哪一个 A单项表法 确定的期末存货成本 最低 这没问题 B呢 说分类表法 确定存货期末 这个成本 就是这个期末账面价值 鉴于单项和那总额 之间没有问题 C 总额表法 确定了期末存货成本 是最高的 也没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只成D了 D说 说从D上准备 通产单个项目 来计题 却这一半句话 没有问题 不得采用分类表法 后半句话不行 也可以对吧 也是可以的 一般是单项 对吧 特殊的也可以用分类 那 所以只有D是错的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难度 对吧 然后21年 21年这题很有意思 我来看一下 他把涉嫌金额法 和第二准备 混到一起了 说假商品零售企业 是一个增税一般大水人 对呢 存货采用售价金额 计价法来核算 那么20年12月初 S库存商品 成本是100万 售价120万 月初啊 本月购尽S商品 成本85 售价80 本月销售的S商品 160万 售价 销售S商品 160万收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算一下什么 对吧 关于这个涉嫌金额 这个比例 对吧 然后呢 才能算 它的成本多少 期末成本多少 然后呢 说20年123 1 S商品 可编定是34万 以前没提到价准备 问提多少价准备 那这个 我们需要把涉嫌金额 和这内容结合了 对吧 所以首先我们得算 这个 我卖出商品的成本 然后才知道 期末从事成本 对吧 答案是B选项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经销差价 期初的 加本期发生的 这是这个分子 分母呢 是期初的 昆价商品售价 加本期 新购进的 这个商品售价 所以呢 期初的经销差价20 那本期呢 这是负5 那这块 然后呢 出于我的售价 期初是120万 当期的售价是80万 所以商品经销差价率 7.5% 就出来了 那么 相当的销售商品的 实际成本 那多少啊 售价160 那么 成本160 这是售价的时候算的 那么实际呢 160 乘以1减7.5% 或者160 减去160 乘以7.5% 所以实际成本 148 那这样的话 我期末 库存的成本就出来了 期初实际成本100 那么新购进的是85 实际成本 减去销售的148 所以期末 库存成本 没有提减之前的37万 那最佳准备 37 减去34 那吧 成本高于可平净值嘛 所以要提3万 这么一个问题啊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创新的题目 这么多年来 就把前面的设下金额法 和这个第2准备结合 有点意思 那有一点意思 那我觉得呢 可能以后 咱们可能会议一个什么呢 计划成本法 那和我们的第2准备结合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咱们先是原材料 然后告诉你呢 他原材料发出什么情况 然后呢紧接着 又说用来设计产品 这一系列的内容 其实是计划成本法 加加准备 不然的话呢 咱们有些题目 就没什么机会含量了 对吧 但总体上啊 像这种创新题目不多 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然后18年 那又比较相对综合一点了 说下列教育事项 会引起从账目价值 发生增减变动的 A 月末将玩物产品验收入库 B 商品已经发出 但不过收缺点条件 C 发出物资委托外单位加工 D 转回以具体的地产准备 那注意啊 月末将玩物产品验入库 那就从善成本转成产成品了 你存货整个没变动对吧 只不过是具体原来是善成本 另外一个变成产生品了 B呢 说商品发出 不过收缺点条件 那从库的产品变成发出商品 总价值没变动 那么再发出物资委托外单加工 那从呢 你的原材料 不固定产品 变成委托加工物资 总价值没变动 所以只有D了 那只有D选项 对吧 这个问题 那 所以A B C 都不正确 只有D 因为呢 具体的压值位 减少商品价值 现在转回来增加商品价值 会引起增减变动 对这题稍微综合一点 但难度 也不算太高 因为我们这毕竟是在前面 基础部分 所以相关难度都不太高 这话 那么再有一八年 那把这个相关的啊 盘盘盔亏的问题考虑一下 说长线公司是增税一般大税人 17年年末 盘亏一批原材料 这批原材料 购尽成本是120万 购时做寄养税额是20.4万 经查是管理不善 被盗所知 那确认呢 有相关责任赔偿是20万 简单不考其他因素 问这个盘盔亏净损失 对17年的利润总额影响 是多少 那其实这个呢 我们可以直接算 但稍微注意一下什么呢 这个税的问题 这税2.4万元 因为是管理不善的原因 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 对这20.4万元要转出 将税要转出的 所以呢 你的成本加加税额 一共是120加20.4 140.4万元 但是呢有人赔20万 再减掉20万 剩下的进损仪 剩下进损仪 进哪呢 管理不善呢 导致的管理的问题 所以剩下的120.4万元 进管理费用 答案 B逼选项 那你看是不是这样 120 价值经济收入转出 减去有人赔到20万 120.4 所以答案 B选项 好了 这是呢我们来讲的 关于存货的这个内容 也要是我们的 这个流动资产 对吧 流动资产第二部分 到这呢我们流动资产给大家讲完了 但大家会发现啊 上一张内容不多 因为上一张是一道交易性精资产的 我们调到了这个第11章了 但总体来说其实上一张难度也不高 这一张呢 内容量其实很大 你要单独提一个 不难 但是呢 你说把这一张所有内容都让你记住 有些学员来说 有难度 对吧 那这也是我们税务师的考试特点 就是单独看某个内容难度 没有那么高 关键在于多 对吧 而且多是什么 他都会考到 还不同于我们中级 中级呢 他内容不光多而深 但考的时候 是浅的 而且呢相对比较集中 顺务师呢 是内容多 那考的都要考到 而且要比中级要深 所以呢 咱们学员特别学过中级的学员 其实这块要好好学 学柱块学员呢 那你要养成一个什么喜欢的 就是咱们深度没有柱块那么深 但是呢 面是要广得多的 好吧 所以呢 这话啊 也说一下它的特点 也希望大家能注意 那好了 我们这一章呢 居然到这 那这一章咱们学完之后呢 对流动资产这个内容 咱们算是告一段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将迎接两大挑战 关于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呢 咱们分成两个部分 对吧 也是非流动资产一 非流动资产二 一个是相对常规的部分 一个是有难度的部分 不管哪个部分 都需要我们付出较多的努力 所以大家呢 打起精神来 调整调整 这个身体状态和心态 我们迎接 非流动资产的这两张挑战 对流动资产的这一章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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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动资产的这一章咱们